足哥说电影 包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 英国的悬疑推理片 梅格雷的王者 影片一开场 警察局的督察胡子叔 接到报案之后啊 带人来到了郊外的一个农场 胡子叔进屋一看着 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农场主的一家老小啊 全都是领了好看 而且死得非常的难看 当他正瞎悬磨的时候 柜子里突然传来了动静 把胡子叔吓一跳 他打开柜门一看呢 发现是农场主的小女儿 正躲在里边色色发抖 转场之后 炮灰叔正被小黄毛和刀疤脸 追的是一阵阵的干探 惊慌失措的炮灰叔 跑进一酒馆 给我们的主人公 总督察梅格雷打了一电话 炮灰叔说梅格雷大侦探呢 你演的憨豆我是经常看 现在有俩坏蛋 正打算让我领喝饭 我现在正在摸摸酒馆 我好害怕呀 你赶快来救驾 由于炮灰叔给的信息量太大 梅格雷还没来得及消化 这哥们突然就把电话给挂了 炮灰叔挂了电话之后 接着仨子聊 小黄毛和刀疤脸 在后边是不离不弃 寻找机会 准备让炮灰叔给拼 随后炮灰叔又来到了邮局 先是把一张车票 寄给了他的朋友小笨头 然后又给小笨头打了一电话 说哥们我谈上事 你必须得拉兄弟一把 到了晚上 炮灰叔的尸体 被人从一辆轿车里扔了出来 从这哥们红扑扑的 小脸蛋上来看的 应该是被人胖揍 接到报案的梅格雷 带着手下来到了现场 一看炮灰叔 被人揍成了猪头肉 这心里也挺难受 据现场的目击证人 龙套哥介绍 炮灰叔是被人 从一辆蓝黄相间的 血体龙轿车里扔出来的 轿车牌照的 最后两个数字是七和五 看着炮灰叔 死前受了那么大的罪 梅格雷这心都碎了 验尸观说 你也不用这么难受 炮灰叔是死了之后 又被人胖揍了 凶手是一刀斑命 根本感觉不到痛 梅格雷说 从现实结果上来看的 炮灰叔是吃完饭之后 又领的盒饭 而且是四菜一汤 吃的是相当的普通 这个时候 梅格雷在炮灰叔的 衣服上有了重大发现 说你们看看 刀口的位置不对 这说明他是回家 换了衣服之后领的盒饭 被凶手伪装成是死在了外面 随后梅格雷带着手下 来到炮灰叔 藏着他打电话的酒馆 装模作样的宣摩了一遍 可到头来什么也没发现 不过梅格雷毕竟是神探的 经过一番推理 他很快便认定炮灰叔 不是去过赛马场 就是去过火车站 说赶快拿着炮灰叔的照片 去赛马场和火车站 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 赛马场的人说 炮灰叔可是这是常客 没场比赛特特下注 而且逢毒逼输 梅格雷在赛马场瞎穴磨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他发现有些人呢 专门在地上检陋 转场之后 督查胡子叔 拉着一车案发现场的证据 来到了梅格雷所在的警察局 然后这哥们 很快变向各街媒体通报了案情 胡子叔说 在八九十三个月的时间里 一共有三个农场 接连发生了抢奸谋杀案 而且现在是没有一点的线索 大家要是有什么发现 可以及时通知我 就在这个时候 李老太太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况 说那辆蓝黄相间的血体龙 我见过 就停在我家附近的 一个小咖啡馆的门口 而且车牌照的最后两位数字 就是七合五 随后梅格雷带着手下来到咖啡馆 大侦探一进屋 马上就猜出这咖啡馆是炮灰书的 为了引蛇出洞 梅格雷和老婆摇身一变 成了咖啡馆的临时老板和老板娘 打算利用阴谋诡计勾引凶手上钩 转场之后 主犯大长脸黑着脸回到了 他们团伙下榻的小旅馆 这旅馆的老板 王大班呀是个偷出狂 这哥们一天不都看就吃不下饭 大长脸说 那咖啡馆怎么又开张了 你们这俩笨蛋 不是说炮灰书已经领了盒饭了吗 刀疤脸和小黄毛一听也有点蒙圈 大长脸说明天务必把车票给我找到 并且把咖啡馆里的人给我干掉 俗话说保暖似淫欲 这大长脸有了钱之后就包了一小蜜 而且整天的花天酒地 转过天 刀疤脸带着凶器来到了咖啡馆 不过这哥们一进屋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于是急忙虚晃一招仨子撩了 梅格雷一看就知道这孙子是嫌疑犯的 于是便让手下跟了出去 刀疤脸刚跑到下榻旅馆的院里 就被大长脸一枪也干掉了 梅格雷等人经过缜密的分析 认为小旅馆附近很有可能就是罪犯的藏身之地 于是便带人开始挨家挨户的搜查 小黄毛一看暴露了 急忙说着东西撒子撩了 团伙成员之一的龙套姐 由于马上叫分娩了 在床上疼的是滋哇乱叫 幸好这时候梅格雷等人赶到 随后梅格雷向旅店老板王大白打定情况 这王大白可是个老滑头万金油啊 不管梅格雷怎么问 这孙子就是不承认 梅格雷说跟警察耍花招 我看你是不想混 你呀再不如实招供 我就给你灌辣椒水上了我的 根据王大白反映的情况 梅格雷得知 这帮家伙正是三起农场抢家案的嫌疑犯 转场之后 梅格雷把农场主的小女儿请到了警察局 然后拿出龙套姐的照片 让小姑娘辨认 龙套姐生亡孩子之后 梅格雷带人走进了病房 说农场主的小女儿亲眼看见你把他妈给查了 你要是还有点人性啊 就赶快主攻招募 经过简单的审讯 在强大的证据面前呢 龙套姐很快就承认了 当警察正打算把龙套姐转移到监狱医院的时候 小黄毛在大长脸的瘦一下 打算杀人面口把龙套姐给干掉 但这哥们的枪法确实不怎么样 加上警察们也不全是犯头 因此小黄毛不仅辜负了大长脸的期望 还把自己的命给打上 梅格雷刚回到家呀 就发现炮灰叔的朋友小分头正在等他 小分头说出事那天呢 炮灰叔给我打了电话 说他手里有大长脸团伙犯罪的证据 如果我能给他提供帮助 他就能敲诈大长脸一大笔钱 本来我们约好了在他家见面 可等我到了咖啡馆之后啊 他已经领位后患了 而这一幕呢 刚好又被他的邻居给看见 我一看这情况算是跳进黄河里也行不行了 而且最主要的是我正在假时期 当时我也是脑子一抽风了 就把炮灰叔的尸体揍成了沃尔卿 然后就卫生了 我本想着让你们认为啊 炮灰叔是因为黑社会火拼领了和汉 然后草草结案 可我没想到你们这帮警察呀 不全是大分头 小分头说着又拿出了炮灰叔出事那天 寄给他的信 梅格雷打开一看呢 是一张突往农场方向的火车票 转场之后 意识到情况不妙的大长脸来到了赛马场 打算把抢来的财物出手之后啊 带着小蜜远走高飞 但他万万没想到啊 我们的梅格雷大侦探早就给他设下了圈套 大长脸这边刚交易完呢 梅格雷带人就出现 这哥们往前跑了没多远呢 就被胡子书的大铁箱里做梦圈了 而与此同时 大长脸的小蜜也被请到了梅格雷的办公室 梅格雷说 你男朋友大长脸不仅是个有妇之夫 而且还是一抢劫杀身份 你带的金银珠宝 还有你身上这件貂皮大衣啊 全是他抢来的不宜之财 给点小文小会你就陪人家睡 大妹子你可长点心吧 以后不给你买房啊 你就别跟他上房 影片的最后 梅格雷亲切的挥见了大长脸 说炮灰书之所以会拿到你犯罪的证语 是因为他在塞马场啊 捡到了你丢弃的前往农场方向的火车票 大长脸说没错 他捡我的火车票的时候被我发现 所以我才让他领到二盘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经吧 人人都想要花财 但是不能瞎胡来 违法乱记遭天捡 早晚得上断头台 早晚得上断头台